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在台上的这一点时间这次来郑州能够通过我个人的这一段个人的经历 我希望能给各位带来一些精神上的收获 希望今天的这一点时间能够给各位未来对安利的认识 未来对我们在安利事业的发展当中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启发 那非常感谢陈连发先生 收获安利16年以来得到了老人家不断的点拨启发 我通过15年的努力做到了安利全球创办的加入成员 去年的时候刚刚完成这个直击的时候我就去拜见发言 我到他家里去喝茶 我向他报告我完成了 我跟他讲我终于做到了创办的加入成员 终于有资格可以向老前辈提出一个要求 希望能为他做点事情 所以今天我就来郑州了 我知道在座的各位今天呢都是满怀着对未来的无限的憧憬 带着各自的想法 带着对未来的期许 今天来我们一起来探讨安利这个事业 我做安利16年以来呢 对安利的评价每一个阶段都有都不太相同 我用了10年的时间去验证了安利的安全性 从事安利之前 16年前在我加入安利之初的时候 说心里话 我认为我是满有资格满有本钱不做安利的 不久一年大学毕业到抓利之前 我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了一间仿制品的出口贸易公司 我就是老板 当时我的收入应该是我大学同班同学的200倍到500倍的这个收入 我一年 所以那个时候同学聚会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的聚会呢都是我来买单 所以我邀约同学呢从来没有人 几乎没有人去放鸽子 我做安利之前呢 经营了一个蛮不错的人际关系 所以在今天开场最开始我就想告诉各位 我知道各位呢 我都非常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快速的稳健的安利事业 而我在做安利之初的时候 安利的那个 安利事业的建立呢是真的蛮快速 也够稳健 我用了25天就完成了安利的营销助理 16年以来从来没有浮动过 那我第一年就做到了安利的 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安利的海外业务研讨会 旅游积分达到了17000分的旅游积分 各位 我做安利的第一个月呢推荐了7个人 7个人都加入都来做安利 也就是这7个人跟我一起做了安利 做了4年半之后 我成为了安利中国的高营销经理 我讲这些呢 我是想告诉各位 我不是向你展示我多厉害 或者我在安利当中有多大的成就和收获 我只是希望通过我个人的这个历程 能够给各位在未来从事安利事业的过程当中 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思考和启发 很多朋友在安利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16年当中 在不同的地点 在不同的时期 都激活过同样一个问题 说郭先生你做安利之前也不错 那我是什么样的力量 你看到了什么 能够让你在安利当中走16年 而且越来越有状态 现在是我从事安利16年以来 状态最佳的时候 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到现在 我又开了很多的部门 因为在一年之前 我又重新设定了自己安利的目标 而这一路能够让我去面对一件事情 重复的做简单的工作 做了16年之后 还能焕发出更高的这种激情 这其中一定是我自己通过我的眼光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相信在座各位 我们在从事安利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挑战 但是这些困难和挑战呢 是绝对不可能没有的 你没有办法去通过你的努力去改变困难或者另挑战消失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做的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改变自己 16年以来安利公司给了我很多的钱 但我认为这个钱呢 不是安利公司最大的价值 我相信假设我不做安利的话呢 我也能够赚到钱 在这16年当中 安利公司也给了我非常大的肯定 给了我很高的精神上的认可和尊重 但是这一些我相信 如果不做安利的话 我在安利之外的话 通过我的努力也一定能够拥有属于我的行业地位和成就 所以我认为这一切也不仅仅属于安利 但是我很感谢安利 这16年以来我最感谢安利的 不是因为这些钱 也不是因为他带了我去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 不是让我走遍了世界 拥有了世界观 这一切呢 我认为 这都是应该的 而我最感谢安利的是因为 这16年以来 他给了我一个平台 让我不断地在这个平台上超越自我 让我个人有一个无限的成长空间 让我在16年当中越来越了解自己 越来越接受自己 越来越相信自己 甚至越来越喜欢自己 各位 当一个人通过一件事情开始建立了巨大的内心世界的时候 外界的困难 挫折和挑战 相对就变得 渺小 我们就不会太在意这些困难 挑战 和挫折 在开始的时候 我就想告诉各位 如果你要想建立快速的安利 如果想建立稳定的安利事业 中国有句话 叫做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往往你在安利的成功的销售和我们顺利的推荐 我个人认为这一部分呢 应该有很多的工作 应该是在安利之外 我在做安利的第一个月 打了七个电话 是我的介绍人 跟我介绍安利 他说安利这个事业很好 但是呢 我也没有完全相信他 我也没有拒绝他 因为在我 我自己认为 在我不完全清楚这个事业之前 我没有资格去喜欢 我也没有本钱去拒绝这个事情 我只能做一件事情 我要全方位的去了解安利 但是当我最开始在九六年十二月份 加盟这个安利事业的时候 我打了七个电话 结果是这七个同学都来了 都加入了 那很多人就会问这一个环节 说你为什么能够打七个电话 七个同学都来 在我做防制品出口生意的时候呢 我是北方人 在苏州上的大学 苏州四州工学院 大学毕业之后 一系列的工作之后 打工创业的结果 是我成立了一间 防制品出口贸易公司 那个时候我的生意 在苏州的盛泽做 每一个月的话 我都会拿着一捆现金 是我赚到的利润 回到我的大学校园 苏州四工学院 我都会邀约我的同学校友 这些朋友们呢 一起回到学校 踢足球 吃饭 聊天 所以每一次的时候 我聚会结束的买单的人 一定是我 因为我的收入远远超过这些人 就通过这一 每一个月的这样的聚会呢 同学也开始了 了解我的生意 而且他也知道 跟老郭在一起吃饭呢 永远不用掏钱 所以呢 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有的时候同学来了呢 我们在一起 他们是下午来的 晚上回去的时候 都没有公交车了 我就会发给他一百块钱 我说你拿回去打车 从我们学校打车 回到他们的工厂 差不多也就三四十块钱的 公交费 那个出租车费 这就意味着 每次他来吃一顿饭呢 还能赚六七十块钱 这样的口碑传出去之后呢 就使得我每次邀约 十个人来踢球的时候 差不多能来十二三个人 形成了这样的口碑呢 在后期我去发展案例的时候 我邀约他们几乎没有人拒绝我 所以各位 我认为案例的销售和推荐 如果你想做的得心应手 应该花一些精力 用来去经营 案例以外的人际关系 我们拥有一个良好的 人际关系呢 你就能够很自然的产生销售 很顺利的产生推荐 而不仅仅是因为做案例的 至跟案例人在一起 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 伟大的案例事业 是由案例以外的人来成就的 这一点我希望大家清楚 那我也知道各位 大家一定对案例都抱有期许 而在26年当中 我个人应该有一些 从事案例事业的一些 感悟 经验和体会 今天呢 我们介绍这个时间 跟各位呢 主要谈两点内容 案例这个事业 首先我告诉各位 这个生意不难 这个生意很简单 在我大学毕业到 做案例之前呢 我平均每六个月辞职一次 跳一次潮 所以在四年当中呢 我跳潮了八次 最后我开了一间 仿制品的贸易公司 我有自己的内销品牌 我一边都出口贸易 对日本 美国 德国 巴西跟波兰 一边呢 我自己注册了 自己的内销品牌 BAFF 那就是我自己的 服装品牌 做自己的连锁 那当我走进案例的时候呢 我也很关注案例 很好奇案例 案例的第一个月 当我做到营销助理的时候 案例公司发给我 八千二百九十六块四毛钱 这个收入不足以令我 去全力以赴的 去投入案例 但是这个收入 让我对案例产生了 巨大的好奇 是因为这个好奇 因为这种好奇心 让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也是因为这个决定 让我在十六年前 开始踏踏实实地 走上了案例之路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不太容易去相信别人 我相信你 不太容易相信我 我相信你 不太容易去相信别人 我相信你 不太容易去相信你的介绍人 不太容易相信你的领导人 因为我尊重人性 我认为每一个人 最相信的是自己 所以在1997年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了解案例了 我也知道案例公司 或许实力不错 案例公司也已经承认 我是他的营销助理了 不过我依然不能确定 我是不是能够 跟他合作一辈子 在1997年的1月4号 是我做案例的第二个月 我就做了一个 很重要的决定 带着我推荐的七个人 我邀请他们 我说我来出钱 你们跟我去一次广州 这个项目 既然我们已经好奇了 已经开始参与了 我们要实地考察一下 如果案例是真的 我们自己相信了 我知道回来一定有巨大的力量 如果案例是不真实的 我们就此结束这个项目的考察 在97年的1月4号 我带领这一批人去到广州 看到了工厂 看到了工厂之后 我们又一起去参观了 案例公司的这个总部 所在地 当时在广州 购书中心的八楼和九楼 我去了工厂 又考察了他的总部 得到了大量的资讯之后 我们接下来又去 案例的发货中心 全中国最大的发货中心 当时在天河体育中心 去到那个发货点 又对案例公司的业务 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了解 原计划是三天时间就结束 后来在广州停留了超过一个礼拜 其结果 是我们去了 所有的人都奠定了对案例的 拿到了案例的第一手的资讯 不是传软 不是传过来的 不是听别人说的 而是自己亲自考察所得到的这个信息 各位 就是那一种力量 回来让我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 整个团队就由七八个人变成了一千两百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 那么我在这里呢 就很想建议各位 你们的案例的信息 至于四面八方 今天案例的信息渠道也非常多 我们可以通过官方网站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案例的郑州的发货中心 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杂志啊 或者报纸啊 渠道去了解有关案例的一些资讯和报道 但是我依然想建议各位 找个时间 带几个人 我们可以去到案例的工厂去看一下 这些信息呢 一旦你得到了 你永远都不会忘记 这些信息呢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有效的 是非常能够产生生产力的信息 这些信息可以叫我们有一种力量 那种力量是从脚底下上来的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可以无坚不摧 这种力量会永远给我们带来前进的动力 在我16年前去考察了工厂之后的第五个月 1997年的五月份 我就把自己辛辛苦苦一手创立起来的 南通博大纺织贸易公司 把门关上 我全力以赴来做案例 全职做案例 关掉了一个当时月收入超过案例十倍的外贸公司 虽然那个时候案例的收入也不错 但是我的贸易公司比案例的收入 至少要大十倍以上 在那个时候我关掉公司的时候 我只有一条路 所有的同学都在认为说 你有那么好的现金流的一个生意 你把它关掉了来去做案例 那一定证明案例或许应该比那个公司更有前途 更有前景 就这样带着案例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带着对案例的大量的正确的积极的这些资讯 我走上了案例这条路 十六年之后的今天 在案例当中的确取得了蛮不错的这个程度 但是圈圈点点这十六年的过程呢 我认为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足够的实力 远远的超过目前的这个状况 超过这个境界 你能不能做到案例的FCE 能不能做到案例的更大的生意 这个我不清楚 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 在这个各位 你们只要方法正确 方向正确 每一个人都可以大大的超越目前的你们的生意状况 那接下来呢 我就跟各位呢 从这个角度来跟各位来分析两点 我个人认为在从事案例事业过程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 好不好 OK 第一个呢 我先谈一下 先通过我的十六年的历程 怎么去寻找动力 来就跟各位谈一下这部分的内容 我们在从事案例过程当中 我们都知道要永不放弃 坚持到底 这一点呢 我相信不用我讲 也很清楚 认为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 我们如果想获取成就的话 那都一定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精力 人力 物力 甚至财力 这一点呢 是大家一定都很清楚 不过呢 我在十六年当中也发现 有很多案例的伙伴呢 做了三年 四年 五年 八年 十年 都不见得取得非常满意的成绩 各位 如果你这样继续做下去呢 能否取得巨大成功 连你都没有把握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一边要往前走 一边要懂得用脑去思考一下 回头看一下 过去走过的路 是否满意 站在现在这个位置上 做一点点盘点 考虑一下未来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提高效率的往前走 所以在从事案例事业过程当中 寻找动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 在去年我做到案例全球创办人 交流成员的时候 美国案例公司总部 包括案例中国总部都通知我 说再过几天 我们会在总部呢 派一个摄影队 也要派一个摄像队 到你家里 去给你拍一个宣传片 就是刚刚你看到的那个宣传片 他希望我能去整理一下 16年来的心得 写一些东西 他会来去采访我 那我就直接告诉案例公司员工 我说你不用提前那么多天 你随时都可以来 我也不用写稿子 你来问就OK了 16年以来 我为什么做案例 为什么能够去做到今天 我清清楚楚 我这个人的特点是这样 这件事情我要先想清楚 我就一定能做明白 如果我想不清楚 我连做都不会做 我一定是先想明白在前面 而在案例的16年呢 我也遇到过很多的困难挫折 比如说也有人拒绝我 那一定是很多人拒绝 也有人不买案例 也有人不相信案例 也有人打击 也有人挖苦 也有人讽刺 你遇到的所有的问题 我都一定遇到过 但是为什么在这16年当中 能够比较快乐 轻松地走过来 其中我有三个理由 在我做那个全过程当中 我找到了三种动力 在我做那个三个阶段 就是这三种动力 引领我往前走 我相信如果你在今天 创业案例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以现在为起点 开始去找到能够点燃你内心力量的那么一种动力的话 各位每一个人都有巨大的能量 只是你不知道从哪把它点燃 这种能量到底在哪里 在我做案例的第一个阶段 前五年 我做案例就一个理由 我自己有一间外报公司 收入非常不错 我扔掉它来做案例 一定在案例当中 我要抓到另外一种我要的东西 各位这是你要找的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你确确实实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会给你化解成一种巨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就会挑战 就会困难 在困难面前它能够去冲破困难 面对挑战 获取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成功 这些小成功北基在一起 就会变成一个大的成就 而源于其中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我们要找到那种力量 所以你会发现 所有的能够爬山的车排量都很大 所有的越野车的第一大特点 都是排量很大的车 3.0 4.0 5.0 6.0的车 它必须具备强大的动力 它才能去冲破一个又一个的坑坑坑坑 并不是它的舒适度 并不仅仅是它的性能 动力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术 在抓力过程当中 安利再好 各位安利不会让你成功的 系统再强大 系统不会带给你成功的 你的领导人再优秀 领导人也不会让我们 就这样的简单的拥有成就的 而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 最重要的 安利最核心中的核心 就像安利的创办人李察迪威士的那句话 到底什么是安利呢 安利是一种信念 到底什么是安利呢 安利就一句话 自助者方能天助 天助自助者 各位你想象一下 如果老天爷都肯帮这个人的话 那这个人想成功 想不成功都很难 那问题是老天爷能够帮助谁呢 团队能够帮助谁呢 系统能够帮助谁呢 公司能够帮助谁呢 各位一定是自己能帮自己的那个人 很多人专利都想去向外求助 对 很多人专利都希望说 我跟别人一讲他就买了 我一讲他就加入了 一加入他就干了 很多人专利是很想去搞定外面的世界 我告诉各位 你的方向已经选错了 你这样做 你的成功是完全是在做赌博 如果外面的人不买 如果外面的人不加入 如果外面的人不全力以赴 你是没有可能获取成功的 也就是你的成功完全依赖于别人 安利不是这样的各位 真正的安利是要搞定自己 让自己成长 所以我认为安利公司给我钱 没什么了不起 我给哪个老板做 他都会给我钱 我认为安利给我尊重 给我成就 给我精神收获 我认为这也是理所当然 而我最感恩安利的 就是因为安利公司在16年 他的悉心的培养 他的认真对待 他给予我不断的自己超越自己的平台 让我的内心世界开始强大 我用了前五年的时间 完成了我做安利的第一个动力 我找到这个动力 我关掉公司 专利 我是为钱而专利 不过 这个钱跟我的贸易公司的钱 我的要求不同 我那个时候每一个月有一个货柜 私持的货柜 运往巴西和波兰 后来变成两个货柜 从苏州通过上海的船公司 到了巴西跟波兰 我能够赚很多钱 但是我知道假设我不做的话 这个钱就没有了 而且我的客户不仅仅属于我 如果过了一段时间 他看到了一个更好的供货商 他可能就会把订单下给另外一个工厂 对我来讲这就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当我去了解安利的时候 我会发现安利有这样一种收入 如果通过我的努力 去建立一个庞大的消费体系 我做到了安利的高级经理之后 安利公司每年可以给我稳定的收入 这个收入最大的魅力是 我可以停下来不工作 这个收入还在 这是最开始 我最看重安利的 最喜欢安利的唯一的一个理由 安利是机会 各位 你说 我为什么上来我就讲 我当初的时候 我蛮有资格不做安利的 当我走进安利的时候 我看到过所有台上讲课的人 没有一个人的收入是超过我的 他们都是领袖了 都是阿利做了几年的 一两年的人 都是全中国赫赫有名的人物了 我认为就没什么了不起 你那点收入都不如我的一半多 我怎么可能来做安利呢 我也不缺机会 不缺梦想 不缺勤奋 不缺平台 我什么都不缺 我为什么要来做安利 难道就因为你的洗衣精好 我就要卖洗衣精吗 我看青岛啤酒也不错 我是不是要卖啤酒啊 不是因为你的产品好 就一定要来做 我一定要在这个制度当中 背后去找到 真的是可以替代我手上机会的 一个更好的一种价值的平台 所以当我发现安利 有这样的一种收入的时候 可以工作一段时间 你达到一定的值得 停下来 还会给你收入的时候 我开始好奇了 一个巨大的问号 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是我要考虑的 我偏理性 我不会因为你说了 我就会去全力以赴 我要去确定 我要去寻找到 这种机会的安全性 把握性 确定性 当我在安利当中 用了四年半的时间 在2001年的七月份 达成安利的高级经理 这是我做安利的第一个理由 第一个动机 第一个目标 我安利的第一轮的终极目标 我做到安利的高级经理之后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不再做安利了 我要去享受安利 带给我的那个成果 我记得在2001年 我做到安利的高级经理的时候 我在年薪 那个时候 安利给的收入距离超过百万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就停下来不做安利了 历史安利公司呢 为了嘉奖我取得的成绩呢 就邀请我 我们夫妻去到了这个 新西兰的南岛 黄厚镇 去做了一次 非常令我难忘的一次 旅游 在那次旅游当中呢 其实那次旅游呢 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我反正我也做到了 这次旅游奖励我 回来之后 我就不做安利了 那我就想验证一下 我如果给迪维士 跟温安洛 卖产品 你发给我钱 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如果我回来 什么都不给你做 你还给不给我钱 如果我什么都不替你做 你依然给我钱 我认为你信守承诺 我就要去验证一下这个 所以在我回来的时候呢 从2001年的7月份 回来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 有一年多的时间 我从来没有去 把安利公司店铺 我一分钱产品都不买 一个人都不推荐 一堂课都不讲 一次都不参加活动 那个时候呢 我自己的安利产品 比如说牙膏啊 木鱼露啊 蛋白粉啊 这些产品的 我都不是买在我的卡上 我告诉我的伙伴 你们买给我 我做你的客户 你把所有的银额 都打在你的卡上 我希望安利公司的电脑上 看到我的户籍后面是 所有的3S工作量为零 我就要验证一下 安利公司那份承诺 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各位 你们在片子当中 所看到的那个车啊 游艇啊 在11年前 我是中国为数 非常少的一批 玩私家游艇的人 那个时候我周围玩艇的人 基本上99%都是外国人 没有中国人 况且那个时候 我又很年轻 30刚过一点 开着几百万的艇 然后跟那些老外呢 每天在那玩艇 我也不做安利 开车玩艇 这是我想象当中的成功人士 应该有的生活方式 也是我曾经非常期待的生活方式 每个月到了月底的时候 我都去检查一下 我的存折上到底钱有没有少 那个时候呢 我安利公司有一个报表 很厚的一个报表 可以记录我全中国所有市场的营额 我就计算了 我发现差不多 第二个月呢 到了25号的时候 安利公司又发钱了 我要看 有没有少给我 我要把这个计算清楚 最开始拿这份收入的时候呢 你看每天就是 真的是每天喝喝茶呀 聊聊天呀 开开车打打球 跟那些朋友在一起玩 到了月底的时候开始查账 看看我有没有收入 最开始这份心情是一种担心 担心公司会可扣我的奖金 几次检查之后 我发现这种担心呢 好像不用担心了 每次公司都会 这个给的蛮准确的 在接下来呢 我就感觉到心里很暖和 感觉这个公司真的不错 你看他一点都不减少 我什么都不干 安利公司呢 还给我这么多钱 更重要的是呢 他还邀请我去出国旅游 第一次我停下来的出国旅游呢 就是马来西亚 去金马皇宫大酒店 那一次刚好胡锦涛国家副主席 当时他就副主席 也到了金马皇宫 跟我们同时住在那个酒店里 后来一次呢 安利公司又邀请我 去到法国福尔赛公 楼赛公 去了旅游 这两个旅游 都是我没有给安利公司做贡献的 安利公司依然去邀请 到了一年都过了 安利公司依然还会给很多收入 我的心情呢 从最开始的单亲 到后来的这种温暖 再到后来拿钱呢 我当时的心里的真实的感受 是有点不好意思 真实的 各位 也许是我们是中国人 从小受的这种教育吧 有一句话叫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我拿了DVSY路的钱 我什么都没给他干 我开始是非常心安理得的 但是后来呢 多多少少有一点 有一点愧疚感 不过呢 我知道 如果我找不到专利的理由 我是没有办法拥有工作激情的 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让我为钱工作的动力没有那么强 我本身对于钱的理解 我原来对钱的理解是一年 只要我不工作 能够给我 不管谁给我 五十万就OK了 后来我认为有一百万 我可以把我的家庭生活安排得非常的妥当 一百万足够了 所以当我在十几年前 安利公司一个收入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收入的时候呢 我对于钱来拼命工作的这种激情也不强烈了 那我如果要做安利就必须再一次找到一个新的动力才能让我全力以赴 各位 你今天做安利 我发现今天很多人做安利呢 我是在这个叫永不放弃坚持到底 但是各位 做安利不光光是永不放弃 问题是你要用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去永不放弃 你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你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各位你是快速前进还是缓慢的爬行 这个差异非常大 所以各位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抓力的那种感觉呢 是叫弃之可惜 实之无畏 我看到很多人抓力 他是这样的一种作业状态 其实你不看了这个现象 往最后去挖到这个本质的时候发现呢 实际上他就是没有找到真正的 能够去点燃他们全部能量的那么一个导火索 那就是动力的源泉 2002年底 一次参加安利的海外旅游 安利公司邀请我 要不就是英国 要不就是罗马 意大利什么地方 我忘记是哪一次旅游了 原来呢 我参加安利的海外旅游呢 公司给我很好的待遇 就是坐在前面几排啊 我都是因为成功的比较早嘛 又年轻坐在前面 后来那次旅游呢 安利公司给我挂了一个胸牌 就像你们开会挂了胸牌一样 那胸牌上有一根带子 我发现我的带子跟好多人的带子颜色跟我不一样 我就坐到会场的时候呢 安利公司员工安排我坐到后面去 我以前都是坐在前面的 他现在安排我到后面去 后来我发现那次海外旅游呢 跟以往不一样 他每一个队伍都是用带子来区分的 所有坐的最好的人呢 奖赏非常高的人都坐在前面 他们要提前入场啊 都是VIP啊 然后看这种表演呢 他们是坐在前面看表演 这个那些明星呢 在这就给他们表演 下来跟他们握手 我呢就坐到后面 其实我也很想握手 但是这个明星我也握不到 很年轻 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种不甘心 被刺激 其实那个时候呢 我本来想就这样做安利呢 去每年参加安利的海外旅游 本来是一种享受 但从那一次开始呢 我就感觉到很不舒服 然后跟我一起去海外旅游的伙伴呢 就看出了我的心思 他知道我是一个内心非常骄傲的人 不服输的人 虚荣心非常强的人 我的伙伴呢就在茶歇的时候 开会的茶歇呢 安利公司开一两个小时的会议呢 就会在门口摆了一些茶点 我们就出去喝喝咖啡 点根烟在那聊天 我的几个伙伴就上来安慰我 他说老大 他知道我心里已经很不舒服了 安慰我说老大 其实呢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你比他们厉害 你是最棒的 这些伙伴呢 也许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用意 也许真的是安慰我 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心灵 已经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再加上他们在这个山口上 在撒点盐 他说你是最棒的 你最了不起 我们最崇拜你 其实那个时候呢 我就已经在开始 做了一个新的决定 我找到了做安慰的新的动力 我认为安慰是一个江湖 我在江湖中 一定要寻找属于我的江湖地位 而不仅仅是赚了点钱 有房有车了 在家过日子的 只要有一天 我还在江湖上行走的话呢 我就希望别人给我一个不错的评价 说老郭干得不错 真的有模有样 就是为了这句评价 就是为了那种虚荣 就是为了争那口气 就是为了要拥有一种荣誉 所以各位 我找到了第二次上路的那个动力 就是为荣誉而全力以赴 各位 其实 在做荣誉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收获 就是在2010年 因为专利 去到人民大会堂 刚刚我们的思议也谈到过了 中国有个国家记得会议 每年的1月8号和9号 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每年 现在到了第五届了 第一届的主讲人就是胡锦涛 第二届的开篇的主讲人是习近平 我参加的就是那一届 在那一届上呢 我以安利人的身份 被邀请去那次大会 去那次大会 我主讲的这个内容呢 其实当时我去的时候也不清楚 只是后来呢 通过这些专家 主委会的一步一步 一层层的跟我去解释 这里面的原因 我才知道 中国政府想已经非常高度的 去关注直销这种模式 尤其安利公司 我们国家现在面临一个 巨大的一个压力 就是就业压力问题 这个不是中国仅有的 我们大家各位应该知道 希腊 西班牙 欧洲的很多国家 失业率超过百分之二十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以上 几乎到了一个国家 可以崩溃过产的这个边缘 我是其中之一 明确地告诉我 在人民大会上讲课 你不能讲安利 不能讲扭出来 不能讲OBP 你只能讲你的一些体会 那这个内容呢 就是创业带动就业 当我谈了这些内容之后 也通过短短的十五分钟的发言 就得到了大会的高度评价 那次让我 第一次感受到了 我所追的这种荣誉感 我认为已经到了极限 那次开会的时候呢 前排做了六十多家媒体 全部是长枪短炮 央视 东方卫视 那个凤凰卫视 六十多家主流媒体 那么多经济学家 可能再多各位 你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 这种经济学家 像北大的张维迎啊 我们的陈思维啊 李宁啊 中国这种经济学的态度 包括企业界的这些 我们知道的这些企业 不管是万科的 阿里巴巴的 还是海尔的 还是联想的 这些巨头们都在 谈的是怎么样解决这个就业问题 创业带动就业的话题 当我谈了这个内容之后呢 组委会也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各位 其实这个评价不是给我的 我很清楚这一点 当时呢 我认为我讲的很好 或者我的这个表达的很清楚 到会后我很清楚 背后支撑的是整个安利 是整个直销 就意味着中国政府 对于直销的高度认同 他希望通过直销这个平台 去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问题 在上一个月 中国的国家教育部 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政策 会把大学本科四年制的编制 变成了3.5加0.5 用三年半完成四年的 大学的本科教育 用半年的时间 向全中国所有的高校 去完成一个毕业前的创业培训 各位不是就业培训 是创业培训 各位 中国的房地产造就了 无数的亿万富豪 中国的汽车产业 从2001年开始 依然造就了非常多的富翁 中国的每一个富翁 几乎都是伴随着一个政策 而产生的 而今天中国现在 我们的国家在十二五计划当中 要完成七千五百万的中产阶级 凭什么能完成这么多的中产阶级呢 这个数字我至少观察了八到十年了 中国政府定的目标 中产阶级的出现 因为中国只有大量的中产阶级的出现 才能真正的把中国的经济从原来的投资到外贸 直接拉动到内需为主体的这样的经济结构 问题是中产能制造出来吗 靠上班能出来中产吗 年收入三十万的中产阶级 哪个单位能产生这么多的中产 只有一条路 上班之余 在做点事情 或者不上班了 索性你就创业 因为创业的收入是上不分顶的 哪一个单位的工资都是有规则的 规律的 都是有分顶的 都是有度的 所以中国政府很清楚 我们的经济结构的脱底 就是要出现这么多中产阶级 那中产阶级 今天社会大众当中的 三十岁四十岁 五十岁六十岁的人 如果你不愿意创业的话 没关系 我从大学校园开始 每年七到八百万的大学毕业生 我就可以满足这个数字 所以各位 我相信 接下来中国 一定到了一个创业的 一个黄金的 一个五年 一个十年 一个二十年的阶段 各位 这是你我谁都不可以违背的趋势 必须顺应趋势 所以各位 我们只能顺势而为之 我们才能够在这里面去 用事 借势 成为属于我们的优势和盛势 所以各位 那次当我在 人民大会堂讲了这段内容 当我晚上跟那些省长 部长 国内外的这些专家 在一起交流的时候 我自己已经感受到 这样的一种力量 只是当时没有办法去明说 那是两年前的事情 终于在这两年当中 一次又一次的政策的推出 让我去验证了 那一次参加 那一次大会当中 我个人的一些感悟和感受 所以各位 你不要小看安利公司 为什么北大紧紧的盯着安利 北京大学 中国一等一的学院 为什么中国那么多企业 所有的企业都梦寐以求 能够跟北大有一些学术的捆绑 不是我交点钱来听一堂课 是希望有一些学术捆绑 那么骄傲的北大 他会愿意捆绑谁呢 但是我告诉各位 北大国际学院 北京大学跟安利公司 已经签订了战略捆绑协议 不仅仅是捆绑一次 是持续性的跟安利公司合作 因为他非常清楚一点 在安利人没有任何行政权利 没有财务权利的情况之下 能够把这一群人 几十万人带动的那么好 那么有秩序 你们开会是自己掏钱的 那很多机关开会啊 企业开会是公家花钱的 也没有这么好的机遇 怎么可能到一点钟 还不让人家吃饭 还有人听你的课 那总市长如果讲得少就懂了 各位 这是北京大学要研究的 这种体系经维流通的 一种现象之后的一种本质 产品流通是表面形式 社会的人文静观是实质 这是核心内容 所以安利是以产品流通为载体的 一种全方位的一种人文现象 这种人文现象是北京要研究的 中国的企业今天缺的 就是这一部分东西 所以各位 我在安利当中为荣誉而战 其结果意外收获了这些内容 当我在把安利做到 创办人家族成员的时候 做到FC的时候 也做到这个行业的最高荣誉的时候 我认为可以退休了吧 我有那么多爱好 各位 我跟你讲 我在抓紧的16年当中 我开了饭店 餐厅 我开了酒吧 我有酒吧 我还有自己的茶馆 我还有自己的羽毛球馆 我还有自己的培训学校 这些我都有 我没有放弃我这些兴趣和爱好 我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就有一个羽毛球馆 就在我办公室的楼下 所有自己的 私人的羽毛球馆 那这些都不影响 但是各位 你看这么多的兴趣爱好 我认为我要花一些时间 去拥有这样的 去享受这些东西 我在玩游艇的时候 2002年的时候 当时我就很想去开飞机 我也打听了去哪里考飞机驾照 我也准备好了时间 我也准备好了钱 我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 我在大学是田径队队长 十项全能的冠军 我在大学学习成绩一塌糊涂 我连学位 那个学士 这个学位的证书都没拿到 考试四门 就是几千 就是挂了挂了 最后补考再通过 但是我体育很棒 我在学校呢 就养成了很喜欢运动的 这样的习惯 后来呢 做完力成功之后 玩这个游艇之后 我就很想开飞机 这是我 现在最想实现的愿望 我也找到了 新西兰是玩飞机的天堂 澳大利亚也是玩飞机的天堂 还有美国 这些地方都可以自己设计飞机 自己组装飞机去检查 通过发照 都可以自己玩飞机的 我很想 我很想做到创办家族之后呢 我就去找一个国家 去定居啦 我在那生活 然后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 但是当我做到创办家族成员的时候呢 当我有实力可以离开这个商场 离开这个战场 去享受人生的时候 我就第一次真正的面对这个问题 假设我离开安利的舞台之后 我做什么 我可不可以离开 在家里跟老婆呢 在去年的春节 认真地商量了这个问题 我老婆告诉我 你离开不了 你离开的想法本来就是错的 我就问她怎么是错的呢 我说我做案例做了这么多年 做到FC创办人家族成员 我就是为了离开安利 我们俩就在家里 一边喝着啤酒 一边聊天 聊得真的是 那是第一次聊的这个生意 聊到那么深的心灵深处 结果就在那次聊天当中 突然间我就找到了新的力量 如果那种力量我找到 今天我不会走上这个舞台 我也不会那么全力以赴来专利 那种力量呢 就让我自己知道 假设我专利做了15年 我做到FC了 我离开了这群伙伴 我内心深处一定会有种 自责感 我认为呢 那个人可能太太过自私了 当你拥有了一身的本领 所有的兄弟伙伴 都还在期望着你去 引领他们往前走的时候 你突然离开了这群人 难免会有点 不遵守江湖规则 缺少一点江湖的道理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 当一个人开始被别人需要的时候 你已经不完全属于你自己了 你会发现 而你的那种成就感 幸福感和快乐感 都源于这一种责任和使命 快乐和个人价值都基于这一个部分 所以今天出来做案例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很了解发言 在案例的这个生涯当中 已经有几十年的经历了 他的生意呢 在台湾也创造了交人的业绩 二十几年了 今天还能保持 十二个部门Q12 十六个部门Q12以上的业绩 这是一个奇迹 他的中国也创造了交人的业绩 他的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 都很了不起的生意 我也很清楚他的生意 而今天他还能够出现在 中原大地还能够来郑州 我相信各位都很清楚 他来这儿不是为了赚钱的 他来这儿也不是为了要 听你们的掌声的 他来这儿也不是要那种 荣誉和肯定的 我相信当他老人家 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 他要完成的就是 希望他的出现 能够给各位带来一种力量 带来一点兴趣 前面这段内容 我想告诉各位 我成功地走过了十六年 是因为我找到了三种动力 每种动力都支持了我一段时间 我想告诉各位 我不知道你的生意 目前属于什么样的境地 但是我想提醒你 无论你怎么样去用方法 去用招数都没有可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就向内求自己找到 我现在从事案例的真正的理由 我在北京 我在人民大会堂的时候 我讲到了一句核心的话 我告诉下面那些经济学家 我告诉凤凰卫视的 何亮亮 阮次山 我告诉中国的这些经济学的态度 我说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作为一个新人 我想告诉 我想提一个建议 给中国的政府的职能部门 中国的教育体系 我个人认为 你去机场 去书店 去很多地方 你会看到很多 如何当好老板 如何当好总裁 如何做好员工 如何提高效率 如何增加效益 如何找到顾客 全部都是如何如何如何的问题 我说我提一个建议 我认为中国今天起一届的 这些内容 太多的是培训的内容 而改变一个人的根本不是培训 而是教育 教育解决的是一个人 为什么做一件事情 而培训解决的是一个人 如何做一件事情 各位 我始终认为 如果一个人解决了 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至于如何做 不用教 他一定会 你认同吗 当你清楚 你为什么做案例 如何销售产品 他用教吗 我告诉你 教也不一定教的会 学也不一定学的会 是因为你不清楚 你为什么要销售 你不清楚 你为什么要推荐 当你清楚了 不用别人教 你缺什么 你都会去学什么 你不会什么 你会去练什么 所以各位为什么 要比如何重要的 多的多的多 那么 谈完了我自己这个历程 我想跟各位谈谈 我给你的两点建议 第一个 在这个事业当中 我认为 要想获取成功 第一条 就是我刚刚所谈到的 永不放弃 坚持到底 只不过这种永不放弃 可能不是你现在所表现的 永不放弃 这个永不放弃是一个结论 我希望你在结论的下面 能找到一些支撑 为什么永不放弃 为什么才会坚持到底 各位找一些支撑 不是光光有一个结论 你要带着这种积极的心态 带着正能量 带着微笑去面对 去面对你的3S工作 当你去卖产品的时候 别人不买 我告诉各位 你不要想办法去解决 他的问题 当你去销售产品 别人不买 如果你说别人不买 不会影响我的心情 不会影响我的状态 我告诉你 你就永远不会有 被拒绝所带来的那种困扰 各位明白吗 很多人在专案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是要解决 买你产品的人都依然看上去那么可爱 因为你去买你产品的人 他教会了你一种识别 一种被拒绝的一种方法 去体会这样的一种感受 我跟各位来谈 重点要谈 我给各位的第二点建议 在今天我们除了要把握住 安利的这个很好的事业机会的时候 我非常希望各位能够提供效率 我认为我自己在拒绝这么多年当中 我感觉能够去拒绝当中 做个更快更好更稳健的方法 大体就是拼命工作 努力就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提高效率 一种是拼命的努力 一种是提高工作效率 一种就是大量的投入时间 一种是让单位的时间的产能提高 我想跟各位谈谈 第二个部分 因为我的安利呢不是第一种 我不是一个非常勤奋 非常努力 非常贪恋工作的一个人 我是愿意去提高效率的一个人 我在做安利到目前为止呢 一共推荐过两次人 第一次是我加入安利的第一个月 推荐了七个人 第二次是 我决定要上奖的钱 为自己争面子的时候 推荐了第二批人 推荐了二十二个人 现在我又设定了一个大的目标 FA40分 70分 后面还有一个100分的目标 我知道40分 70分和100分的目标 靠我现在的部门是不够的 所以从3月份开始 我又推荐了一大批的前排 我接下来还要推荐很多前排 各位 我要跟你谈这个部分呢 我发现我自己在推荐前排的时候呢 这个部分的效率蛮高的 成功率蛮高的 所以这块呢 我想跟各位去谈一点 我个人的一些体会 在谈点体会之前呢 我想有没有那个翻译器 那个有吗 我想跟各位呢 谈谈几个观点 用用这些观点呢 来告诉各位一下 怎么样我们去做哪些部分 可以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去提高效率 我们先谈谈有关未来的话题 我相信今天来 各位坐到这儿呢 不是为了看我 也不是为了看台上的嘉宾 大家都是想通过这些东西的 能够让自己有一些提高和改变 那么未来 我们先谈这个话题 各位 影响未来 决定未来的 就是这个东西 叫做趋势 全世界只有这一种东西 能够决定未来 举个例子 两个月之前 我们举办了全球的G20会议 全世界的首脑都去了 其中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欧债危机问题 奥巴马也去了 中国的老大也去了 所有全世界的老大都去了 开了一段时间的会议 欧债危机问题依然解决不了 他怎么往下走呢 不是以奥巴马为决定 也不是听胡锦涛的声音 他是听一种趋势 这种趋势就是 中国人所讲的规律 中国人所讲的道 所以各位 趋势决定未来 但是趋势是被什么东西所决定呢 你随着这个逻辑关系 我们来跟着走一下 我们决定不了趋势 我们只能对趋势作为判断 提前知道 中国的房地产接下来走势怎么样 中国的股市接下来走势怎么样 这是一种对趋势的判断 机会就在这个当中 远见 我们古代战争 都会有一种站得高的 风火台聊望哨 聊望哨和风火台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看得远一点 提前聊一点敌情 好好做准备 什么样的有远见 我这就不展开讲 我只告诉各位这些思路 远见 昨天 我过来的时候 在飞机上 我看到了郑州呢 比手掌大不了多少 不太大 随着高度的下降 郑州越来越大 当一个人的高度足够高的时候 你看到就足够远 就足够宏观 所以各位 一个人的远见 是一个人的高度所决定的 跟一个人当多大官 没关系 所以你不用问别人 当官的人 他懂不懂案例 不是他能够懂的 远见 高度 跟一个人有多少钱 毫无关系 你不要去问你身边的 一个千万富翁说 你是不是有案例啊 我向你请教一下 他没有专业知识 他没有发言权 各位 一个人的高度 能够决定一个人的远见 这种高度呢 取决于你的行业的高度 但是你会发现 前面我所讲的四个内容 未来也罢 趋势也好 远见也好 高度也好 这些东西都不是你我 能够轻易的能够把握的了 我在这里呢 想跟各位谈的最后一点内容 是我要给你们的建议 这个内容 你把握住 这个部分 就可以把前四个部分 全部把握住 提高效率 就在这个部分 信息量 今天我就拿案例来说 你对案例了解的 资讯量越多 就证明你的案例的 专业高度越高 你对案例的远见的 你的远见 你的眼光 就会超越周围的人 你对趋势的判断 就会能引领 引领别人 跟着你往前走 那个就能够一起走向 你们预定的 那个生意的未来 这个信息量的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关键的 我在这里提醒一下 各位 在我 在我从事案例之初的时候 我跟我的伙伴讲 我把办法公司关掉了 我说我来做案例了 你们把人约过来 我可以保证 你约过来一百个人 我一定一百个都不会输 我跟谁谈案例 我都不会输给对方 那个时候我二十八岁 年轻号胜 我说你们 把所有人带过来跟我谈 我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信心 我想告诉各位 其实这个信心你也能够有 是因为我在跟别人谈案例之前 我把中国的台湾的香港的美国的 我能找到的有关案例和有关直销的所有资料 我都在学习 同时我了解了中国政府对直销行业的规则 法律 法律和条令 那个时候中共中央政府给直销的国务院的73号令 72号令 55号令 35号令 31号令 就所有这些法律文件 包括国家公平交易局局长李毕达 有关直销的一些发言 包括有关直销的国家副总理李兰青 对直销的一些传达的这些东西 我都通过我的渠道把这些东西拿过来 我再放在案头上进行学习研究分析 当我把这些资讯信息量装到了我的脑袋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伙伴 你约然来 我相信没有人能够谈得过我 你先谈 我就跟他们讲 你先谈案例吧 你不是反对案例吗 给你谈 我给你足够的时间 五分钟 十分钟 一个小时 五个小时 你尽管谈 你谈完之后 我来谈 各位 其结果 的确这么多年来 我没有看到过一个人 没有遇到过一个人 他能把我谈书的 所以各位 其实 我们去把握未来 你不好把握 把握趋势 你也搞不清楚 你也不知道你有多少高度 但是各位 信息量的采集很关键 这个是我们能够把握得了的部分 我们多看点书 多了解一下安理公司 多看看店铺的一些资讯 都上上安理公司的官方网站 谈到信息量的时候 我有点提醒给各位 重能量的信息量越多越好 我不希望你去听到那些负面的声音 这个很关键 因为人的记忆有这么一个特点 一旦你听到消极的东西 你想去掉它是很难的 我曾经在很多大会上 我告诉别人 我都问过别人 英文单词当中 有一句单词叫做 有一个单词叫yes 我们都很容易 都知道yes 是什么意思啊 是 yes 对的 但是一旦你记住这个单词 你想忘记这个单词 很难 背这个单词 五分钟就会了 但是要把这个单词忘掉的话 五年也忘不了 五十年也忘掉 一辈子可能都很难忘掉 我告诉各位 一旦你进来的信息是负面的 消极的 比如说不一定做得成的 你看他干了五年也没成功 那个人你就不干了 那一句抓力的人做不起来了 各位你知道这些观念进来的时候 就相当于一辆车在负重前行 你的脑袋里面 如果装进去很多负面的信息 你前进的速度一定慢 所以各位 信息量的采集要做一些区分 一定要去寻找到正确的官方的 确认过信息量渠道的 十六年当中我在教育的 我的伙伴的时候 我告诉他 我所有的伙伴我都告诉他们 如果你们没有时间 就请只读两个人的书籍和词带 迪伟师 无案落 全世界最懂案例的一定是迪伟师跟无案落 全世界最会经营案例的一定是迪伟师跟无案落 全世界能把案例解释得最清楚的 只有迪伟师跟无案落 而一位老人家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他流传于世的就那么一点东西 各位 我们要把这个信息量拿过来 迪伟师呢 老人家也已经八十大多了 近九十岁了 流传于世的也就那么几本书和几盘录音带 把它装到脑袋里面来 各位 当这些理论基础在你脑袋里的时候 你的高度自然会起来 没有几个人能够在这个行业当中 因为你太专业了 你太理论结构太完整了 今天的案例跟以往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案例在中国17年的简单的发展历程 第一轮 他在中国用了第一个阶段 95年到99年 他在中国完成了一个机会的推广 这是我把它调到广度的开发 案例在中国的第二阶段呢 就是 这是推荐 在中国95年到99年 案例中国整个完成了推荐动作 然后 案例的99年到2006年 在中国完成了一个产品的推广工作 各位 今天为什么你会发现 销售产品比以前容易 我告诉你 这不是你跟我们功劳 我们不见得有这个能量 让产品销售更容易 是公司的功劳 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听清楚我说的这一点 我是做企业分析了这么多年的 做企业研究的 就是公司的政策 跟市场的反应 是同步的 他们至少是同方向的 当公司要推广产品的时候 一线的人销售产品就容易 当公司要推广推荐的时候 一线的人推荐就显得容易 所以这个动作呢 你要跟公司同步 切记 切记 同步 就像放风筝一样的 凭你的速度 是很难让风筝飞起来的 必须记住风的力量 没有风的天 今天外面下大雨 你这两千人都出去放风筝 我可以确定 没有一个人能放得起来 下雨天 又没有风 那是起不来的 公司的政策 就是风的力量 你要学会借势 用势 顺势 99年到06年 阿里公司推起了 产品销售的 这个一系列的制度 因为他投了很多钱 比如说优惠夫克 政策的推出 电子 那个兑换券 电子积分 还有促销产品 买多少产品送杯子 买多少产品送礼盒 买多少产品 这些所有的这些政策 以前都没有 99年开始推出 2001年公司开始推出的 广告政策 扶门侠出来拉起广告 中国人对于广告的 依赖程度 是全世界最高的 脑白金 弄了几个动画片 晃晃晃 全中国就 就全买脑白金了 其实 你会看到 那阿里公司 在2001年的时候 在全球 第一个拉起了这种 广告促销 你今天就会知道 为什么现在 我们卖产品比以前容易呢 你的小区里面 到处 都有人在使用 安利产品 这是公司的 多年的政策的持续 99年 安利中国的银额是多少 大家知道吗 99年 各位 楼上楼下的 所有的伙伴 你们做案例 一定要记住 我刚才跟你讲的 信息量很重要 你做一个案例人 必须非常清楚 案例17年的 全部的历史 我告诉你 做案例要讲道理 不是讲产品 不是讲OBP 不仅仅是OBP 不仅仅是产品 你要讲道理 你要把这些东西 给别人讲出来 这是我刚才跟各位 所讲的 信息量的部分 再接下来 从2001年开始 案例公司 做完推荐 做完销售之后 它开始去加大 服务 从2001年 我们就推出了广告 广告的作用 是干嘛的呢 所有案例人 都应该知道 现在案例在中国 在全球的直销业 在领先地位 品牌第一 占有率第一 美预度第一 我们都是这些第一 第一叫什么呢 公司就进行了 一个品牌建设 也就是我所讲的 市场的高度的建设 市场的品牌 是用服务来完成的 这一点呢 我想再一次提醒各位 案例中国已经17年了 已经进入到了 品牌营销阶段了 记住什么叫品牌营销呢 千千万万记住 品牌营销就是讲故事 所有的女士 男士 我们都有一两件 名牌的衣服或者鞋子 比如说阿里达斯 女士会有一个包 叫做LV路易威登 一个Prada Kucci 你知道 这一个包一万两万三万四万五万 一个小小的包 这个包是卖品牌的 你知道以往我们卖阿里产品呢 阿里产品原来是卖功能的 是卖性价比分析的 有一句话叫 同等质量的比价格 同等价格的比质量 这叫性价比分析 而阿里今天已经进入到品牌 营销时代呢 我们不能仅仅做性价比分析 我们的扭出来是一个品牌 我告诉你 LV卖包的时候 是不可能跟你做性价比分析的 Prada卖包的时候 也不做性价比分析的 香链的一个包四万块钱 他也不跟你做性价比分析 各位什么叫性价比分析呢 你去到LV的时候 他告诉你说 小姐你好 你看我这个包 这么大能装大概五斤白菜 两个土豆 然后呢能拎六年 绳子都不断 这叫性价比分析 他一定不会这样卖LV的 因为这种品牌的产品 一旦做性价比分析 它的优势到处低 是最差的 而品牌最大的魅力 品牌是一种精神感受 为什么奔驰里下来的人 就感到不错呢 为什么你拎着一个LV的包 你最希望能碰到熟人呢 没有一个人拿了四万块钱的包去买菜场 你逛一圈 买一碗豆腐 买一碗清炭 上班的时候 拎个马达袋上班 去菜场 跨个LV去菜场 你都希望别人能看到 别人能认同 别人能关注 那会有一种收货 品牌是一种故事 是商业盈利的最高阶段 阿里今天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 所以在我们现在卖纽车来的时候 各位 你在卖蛋白粉的时候 卖BC 钙媒体 所有这些产品的时候 你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纽车来的故事 给它 这个故事 可以让我们的纽车来增致 所以各位 当我们去销售 纽车来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把纽车来的传奇的故事 精华的部分 打包给它 那个会让我们的产品升值 在这里呢 我想跟各位谈一下 接下来阿里中国的发展 的趋势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大胆的判断 我相信 我很相信我的判断 接下来阿里在中国 会依次的走这三个顺序 从现在开始 阿里中国就进入到了新的推荐阶段 我刚刚跟各位讲了 要跟公司同步 同步 如果你现在还依然花更大的时间去销售 我告诉你 绝对不错 但是 你一定不会在未来占优势 相信我的话 绝对不错 但是一定不会在未来占优势 各位 现在阿里进入到了一个推荐的 推荐的年代 阿里在中国定了一个目标 未来的八到十年 再涨四到五百亿人民币 完成一千 一百个亿美金的中国 这四到五百个亿哪里出来呢 靠现在的各位是不能完成 无法增加四到五百个亿的 阿里公司已经决定 明确的决定要招兵买马 要扩大队伍 这个扩大队伍呢 我来告诉各位 阿里今年你们也应该知道吧 今年我们在六个城市 阿里公司额外投了几千万现金 去办了六场有关八零九零后的专场年会 这种公司要花几千万 就是要把八零九零后 这个跟我们的会议没关系 我们都没有资格参加的 他专门为八零九零后开办的这种会议 是希望把这一批人 叫他们来了解案例 因为公司很清楚 在二零二零年的时候 八零后已经步入四十岁 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 这批人要现在进来 通过五到八年的学习 成为二零二零年 安立中国的中流砥柱 各位这是公司的眼光 所以说各位 新的推荐公司已经锁定了这个人群 在明年的东南亚的日韩邮轮上 阿里公司也有一个号叫做精英号 全部是八零九零后 我们依然上不去 公司为什么要专门给年轻人定了一个号呢 为什么不给六零后七零后 弄个六零号七零号五零号呢 没有的 各位 他专门弄了一个年轻人的号 就是希望这群是安立公司 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希望 那个希望作为一个战略的企业来讲 他现在就要把这瓶出来了 所以各位你要关注这批人 他们是你的战略部门 各位年轻人是我们推荐的方向 还有一个群体 我提醒各位 我刚刚前面讲过 中国要有七千五百万的中产阶级 你知道曾经沃尔玛成为全球第一大公司 沃尔玛的成功 给他贡献钱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都是中产阶级 穷人不去沃尔玛 富人也不怎么去沃尔玛 造就全球第一大集团的就是有车租沃尔玛 他的原型就是这个部分 他把大卖场拉到郊区去 中产阶级会改变了美国 日本 欧盟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中产阶级成就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的支柱 同样中国未来的经济的支撑也是这批人 在这里我告诉各位 阿里公司也瞄准了这批人中产 你看刚刚陈同 我们的高级总监所谈到的 你说镇宅三宝 净水器 空气清津机 这个产品单单靠一个月一千五百块搞得定吗 他会知道 这个净水机很好 但是 算了我就喝这袋水吧 那贵啦 你说空气净化器不错 我也知道好 一看价格九千三 我开推窗子算了 我跟你讲 这些产品 包括未来的扭吹来 阿里在 无锡又设了个农场 那个农场离我们家 开车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就到了 很好的农场 未来这些产品都是功能性的 比如说膝盖有问题啊 糖尿病啊 肝脏心脏脑血管 视力 记忆力 所有这些东西 公司都有对应的产品 全部都有 过外早就开始在卖了 延年益瘦的 抗氧化的 甚至这个 阿里还有纯天然的这种 伟格产品 多啊 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啊 这是功能性的 你只要这个功能性产品 一出来的话 我们 那个太好卖了 问题是 这个产品 又是纯草本植物的 是中国的中医药的配方 中医药的配方 最先进的营养公司 扭出来生产的 中国的传统配方 那这些产品我跟你讲 要花钱的 而支撑社会的 支撑中国的是中产 支撑安利公司的 我相信一定是中产 可以中产消费吗 普通人推荐吗 所以各位 未来这个人群 但是我跟你讲 中产 进入安利的话 你要跟他讲道理 他们都读过书 很多人啊 或者都创业成功过一次 他们对钱有钱 有圈子 有人脉 有能力 问题是 你想把它推荐进来 不容易 你必须 要提高你的专业素养 各位 提高效率 只需要提高专业素养 就OK了 再过十几二十天 就到国庆了嘛 十一了嘛 大家是不是知道 那个政策 高度公路费 是不是免了 对 对吗 不收公路费了 那就意味着 中国政府 拿了一大笔钱 中国的春节啊 五一啊 十一啊 清明这四个节日 高度公路费都免掉 政府会减少一大笔钱 各位你说 他这笔钱都给谁了 是不是给 全中国的老百姓了 是不是 我告诉你 绝对不顺 他所有这些钱 都是给有车人 没车的人 完全享受不到 这个政策 你骑电动车的 跟高速公路有关系吗 你骑自行车的 跟高速公路有关系吗 我告诉各位 有车人在今天的中国 就意味着中产的一个重要标准 中产电级开着车 从这个城市走了 一百块高速公路费省了 然后到另外一个城市 你说这路上他要不要加油的 到别的城市要不要住店呢 要不要吃饭呢 要不要买门票 要不要逛街 要不要消费啊 省了一百 掏了一千出来 我跟你讲 老百姓算账 你算不过财政部的 但是你知道 所有这些政策 它是让利给中产的 只有这一批人 才能拉动消费 如果这个政策不改 看高速公路说 纯自由车的都免费 从现在开始 中国到哪儿 纯自由车 从电瓶车都免费 你说那能拉动多少消费啊 免费我也不买 不免费我也不买 但是汽车就不一样 各位你要记住 中国未来 安利未来的发展 现在是我们绝佳的 推荐的一个良好的机会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接下来中国 在我们完成 基本完成推荐之后 我们就会加大新的销售 就会有新的品牌建设 甚至到团队品牌建设阶段 各位 你要小心安利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机会 一旦你了解清楚 它就会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一旦你懂了安利 你会发现周围的人 都不太认识你了 你变得开心了 你变得别人打不倒你了 你变得特别的机器向上 你变得像鸟一样的快乐 跟活跃 所以各位 或许 你不太喜欢的安利事业 偏偏偏偏就是这个事业 可以改变你和你的家族的未来 所以各位 我希望 我希望各位 我下次还能有机会来郑州 我希望我下次有机会来郑州的时候 最好不是我在台上讲 我希望你们 能够走上台 拿着鲜花 让我有机会坐在下面 给你鼓掌 聆听你的成功的故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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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